前有瑞宝挖笋被爱宝抢了吃 后有挥宝包笋依旧被爱宝抢了吃 果然在笋笋面前是无母女的 这天挥宝在饭桌上走动 从天而降一个笋笋 给挥宝开心坏了 此时给妈妈树上的瑞宝记坏了 因为是瑞宝在吃笋笋的时候 没抓住掉了下来 此时的挥宝坐姿端正开始包笋 准备享受他的大餐了 挥宝包笋的速度可以说是熟练至极 着急的瑞宝急忙从妈妈树爬了下来 然后快速地来到挥宝身边 想抢回自己的嫩笋 辛辛苦苦都快把笋包好的挥宝 怎么可能把笋笋还给瑞宝呢 就这样姐妹开始争夺其嫩笋 谁也不让着谁 瑞宝表示这是自己的 挥宝表示自己捡刀 而且都已经把笋皮包好了 姐妹俩就这样扭打到了一起 刚开始瑞宝直接就将笋笋咬住夺了魂 但是挥宝可不会轻易放弃 再次跟瑞宝扭打到了一起 不但将笋笋抢了回来 还将瑞宝当作肉垫靠在他的身上 拿来吧你 最后瑞宝只好选择放弃 去吃旁边的竹叶了 在吃竹叶时瑞宝突然起身 挥宝怕瑞宝再来抢夺嫩笋 就立马起身离开 到饭桌的另一头享受起嫩笋 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爱宝直接一口就将挥宝嫩笋抢了过去 瞬间把挥宝整猛了 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损损 最终还是落入了妈妈的口中 果然在爱宝面前 还是食物比较重要 于瑞宝经常走员工通道被万般阻拦 最终也引起了挥宝的注意 今天趁宋爷爷要来给双胞胎喂盆盆奶食 也悄悄地慢慢走向了员工通道 还时不时转头看看宋爷爷也没什么举动 当挥宝即将到达通道门口时 宋爷爷发现小阻止 挥宝惊慌地冲进了员工通道 宋爷爷急忙放下手中的盆盆奶 突然想起什么又将盆盆奶拿了起来 原来爷爷要用盆盆奶诱惑挥宝出来 挥宝在里面好奇地观察着四周 根本没注意到宋爷爷手上的美食 宋爷爷只好放下手中的盆盆奶 先将挥宝报出通道 然后利用盆盆奶引诱挥宝走向饭桌 就当挥宝被诱惑得快到饭桌时 又转身走向员工通道 宋爷爷爷带着盆盆奶急忙走到挥宝面前 然后一步一步地再次引诱挥宝走向饭桌 果然在盆盆奶面前挥宝毫无抵抗力 着迷的挥宝就这样成功被吸引到饭桌 姐妹俩喝起了盆盆奶 喝完了之后爷爷看了看时间 就抱起沉甸甸的挥宝下巴 看得出来挥宝的体重让爷爷是笑得有些勉强了 这也是爷爷一直搞不懂的原因 明明给挥宝控制了奶量 为什么挥宝还是惊人的成长 爷爷怕是忘记了除了盆盆奶还有母乳吧 要知道小时候的挥宝就是活着只为干饭 挥宝还会捂住不让姐姐瑞宝喝母乳 说不定深夜趁大家都睡着了 还会偷偷去喝妈妈的母乳呢 以这种体重增长 说不定过两个月 宋爷爷就要教医一起抬挥宝下班了 就跟当初福宝一样 昨天一最新视频宋爷爷的吐槽 全世界都知道了 光君大王不要面子的吗 宋爷爷爷将挥宝报下班后 瑞宝爷爷爷则依旧用公主报的方式下班 看来爷爷真把挥宝当男孩子养了 瑞宝乐园的工作气氛到底有多好 一一的最新视频又有一群工作人员 来参与到吴和东东的镜头里来了 看得出来他们在熊猫世界真的很放飞自我 吴和东东他来了 一一在视频的开头表示 瑞宝挥宝下班战争第二季已经开始了 还对第一次为瑞宝奶粉自己笨拙的方式感到抱歉 自己现在成长了很多 希望大家多多担待 画面一转 此时的挥宝已经对一一非常熟悉 看到一一来会立马上前黏着一一 瑞宝在包损一一上前拉住瑞宝的手 然后将它拖走 瑞宝瞪大了双眼 闭脸迷茫 原来是一一要给双胞胎成体重呀 此时的瑞宝达到了26公斤 瑞宝还没从迷茫中缓过来 这神情让一一笑出了声 上前摸了摸瑞宝表示只是撑个体重 没必要震惊 画面一转 到了一一跟瑞辉互动的时候 本以为宋爷爷的360度拍摄已经很绝了 没想到一一的对脸拍更绝 相机都快到瑞宝的嘴里了 拍摄的过程中 一一还发现了只要一碰瑞宝的后面 他的小尾巴就会翘起来 好奇的一一就这样玩了老半天 接下来到下班时间 将爷爷听到员工通道有人敲门 透过窗户看见瑞宝又想走员工通道下班了 立马打开门将瑞宝拉了回去 然后去抱瑞宝先下班 此时的瑞宝的体重已经让将爷爷咬牙切齿了 瑞宝还用脚勾住爷爷爷表示拒绝下班 爷孙俩的下班战争就这样打响了 到通道门口 瑞宝还想向依依寻求帮助 依旧用脚勾住爷爷 真是不想下班的瑞宝比过年的猪还难抓呀 深爱硬拽才将瑞宝拉进通道 瑞宝则更轻松一点 乖乖在爷爷怀里 然后以滑滑梯的方式溜下了通道 还把爬到一半的瑞宝推了下去 在通道下的双胞胎依旧不想回家 爷爷只好再次硬拖将两小只带回家 属实把将爷爷爷累坏了 一只拉住另一只又逃跑了 最后在室外的瑞宝跟福宝姐姐一样 非常享受爷爷的按摩 在爷爷的按摩下 瑞宝再次化成小田瑞笑的无比开心 不得不说瑞宝灰宝也是两个性格不同的治愈小熊呀 直到看见灰宝乖乖地带上爷爷送的荷叶 我才知道灰宝是真的捧场爷爷做的美剑玩具 这天爷爷给瑞宝灰宝带来了荷叶帽 瑞宝两次都将荷叶推到在地 送爷爷将荷叶帽带到瑞宝头上时 瑞宝也是立马将荷叶拿下 仿佛表示自己并不是很喜欢 对着镜头拳打巧踢起来 接下来轮到辉宝了 宋爷爷告诉辉宝当初扶姐姐带可是非常漂亮的 瑞宝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带 说完就将荷叶帽带到了辉宝头上 捧场的辉宝乖乖地看着镜头 瑞宝有些吃醋了钱来捣乱 荷叶也被瑞宝撕坏了 四叶草花树也是 当爷爷拿给瑞宝 瑞宝表示自己更喜欢损损 并不是很喜欢花花 还不停地推开花 希望爷爷赶紧拿走 最后自己将花推下了饭桌 宋宝有一点小失落了 这时辉宝再一次治愈宋宝 一把就拿住了花花 将它高举起来 向遗游客们展示这是爷爷送给他的花花 不愧是宋辉辉啊 宋爷爷做的儿童节逐制滑板车辉宝也是玩得不亦乐乎 甚至轮子都被辉宝拆了下来 瑞宝则是闻了闻玩具 并没有过多的关注滑板车 当初的竹篮也是瑞宝不感兴趣 尽管宋爷爷找了许多办法让瑞宝关注竹篮 瑞宝也是无动于衷 甚至将篮子推下了独木桥堡是自己不喜欢 此时的辉宝又一次让宋爷爷找回了自信 因为辉宝再一次将爷爷给自己的礼物抱在怀里爱不释手 甚至拖到了滑梯下玩了起来 辉宝每次表现都没有让爷爷失望 虽然辉宝喜欢咬宋爷爷 但是并不影响爷爷爱辉宝 还解释到只有辉宝是真心咬他的 不过宋爷爷在拍摄辉宝时将手机放下 在拿起打开屏宝后 我才知道在爷爷心中谁也替代不了那只欣赏熊 我 我 我 想要的家人 也见不到雪花 有些你说的情话 走到一个想法 残葬了 也不是你想要的她 任性留不住的话 我也留不住你呀 可是宝贝呀 人生又何止这样 我们在世上 是为了感受阳光 看日落潮潮 听晚风将一切隐藏 树叶会泛黄 万物都如常 我懂得你呀 你已经足够坚强 猫咕猫咕 我在世上的 我猫咕猫咕 让我把你爱 没想过吗 放心 我的牛奶 我把我摸 我穿一碗 我却依旧真心 这若大的星辰湾里 有你 我的星辰湾里 之中有你 是我追寻过的 时间行 等待着浪漫的 星空苏醒 描绘下入梦的环境 我认读下入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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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的光亮 就别说想忘不下光 万丈的天堂 一艘船是一座无人海盗 不变得只有悲凉的 岚岛 只要你在身边 日子就亮起来 说不出有多么快乐 还是不够 只看着这一切 就好像飘在外白沟 你的星球 只有我们存在 在离开的许多年以后 我还是没爱过 想起了我们的生活 忍不住泪落 我看见你牵着她的手 和眼里露出的温柔 我就是本身碎骨 也再无法拥有 朝阳奔不到的朝 也奔不到你 我就是本身碎骨 就像现在的天堂 你却遇到雪花 有些你说的情话 走到一个笑话 反正我又不是你想要的她 我看见你 我看一下 我爱你 我爱你 你要发现 在想的 是一个想要的